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一零年的年初接的婚 那就是刚开始结婚那半年 我感觉挺幸福的 后来就是因为她的前妻 像影子一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就因为她的前妻 我们在六年当中吵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痛苦 一次我就决定我们离婚了 本来说离婚了 我已经走出这段痛苦的婚姻了 但是她就是以关心女儿为由 经常到我们那里就是稀罕温暖的 送这个送那个的 我有感觉她不是只是 关关心女儿那样子 我也觉得说 我们好像已经回到了 初恋时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现在我就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痛苦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离婚的我应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41岁 来自云南 自由职业 有嘉宾小龄27岁 同样来自云南 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好 欢迎两位 小片我看了 我问一下啊 我没算错的话 结婚六年之后离的婚 对吧 对是的 你这个讲述是这样的 离婚应该是你提出来的 是吧 对 离婚的理由小片里面说过 是因为你觉得 她跟她的前妻纠葛不清 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好 你们在这六年的婚姻里 你们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女孩 多大了 现在六岁 孩子现在跟谁 跟着我 你在第一段婚姻当中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男孩 你前妻说她跟你离婚的理由 是因为你跟你的第一任妻子 藕断私连 是还是不是 不是 那你的眼中你们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是 为什么 为什么也因她跟我离婚 在这段婚姻中间 其实我 往西过很多东西 我也在很多朋友跟前 下过柜 说是我跟前妻联系的话 你说平凡的话 这我不承认的 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挺好的 他对我就是种种的关心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 很有安全感 我也挺喜欢他的 我们结婚之后呢 就是因为 他跟他前妻经常打电话 他们那种经常会讲那种 说以前都怪你啊 怪我啊什么 就讲这些话 我感觉我听到这话 我挺难受呢 比如吃饭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 说我特别介意你跟你前妻 你自己往来 说过 既然他跟你说了 为什么还那么频繁的往来呢 在电话中间征仇啊 有些时候都是为了孩子 那如果是谈孩子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 他们那种电话里就说 当年都是怪你什么什么 怪我什么什么 你说 我在跟前他们都这样讲 那我不在的时候 肯定不是就更严重了吗 好 也就是说前妻 是一个横跟在你们 婚姻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这意思吗 对 那这事是老李的错呢 还是他前妻的错 冷静 想想 我再直接地问 是他们俩的前情未断呢 还是确实就是孩子这点事 你说你的判断 我感觉他们前情未断 是前情未断还是因为孩子 其实是为了孩子 好 也就是说在这段婚姻当中 你不相信你的先生 为了 你只相信你自己的感受 对吧 你感觉他跟他的前妻 是前情未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好 就因为这个东西 我相信到了很多回 所以你们就离婚了对吧 是 下面是第二个大问题 离婚多久 新年4月25号离呢 后来小片里面 就谈到了一个问题 说他还是对你很好 是还是不是 是 你指的他对你很好是指什么 就比如说他大晚上呢 给我们送香肠啊 水果啊 我不是就是那回生孩子 就是身体不好嘛 什么他就出差前那个 什么单身啊这些 就会带过来 给我女儿买衣服的时候 他也会给我买 那我问他 我说你这样子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不要往哪里方面 这个方面想 这个我就挺纠集呢 也就是说你往那个方面去想啊 你的意思的是他想跟你复合 但是他不承认 是 那你就直接说嘛 就是你还是 因为他这个 从去年4月份离婚之后 到现在又一年多的时间 你的前夫对你和女儿 还是关照被制的 所以你是想复婚的 但是他没提出来是吧 对 好 那我特别想问啊 就是当你跟他离完婚之后 他跟他的第一任妻子 有往来吗 听他妹妹他们讲 有 他们打算复婚 那都没听说 那你怎么判断你们离婚的理由呢 因为离婚的理由是 他跟他的前妻纠结不清 就他们经常联系那种 我就觉得我挺不乐意呢 好 那你现在还能够忍受 他跟他的前妻继续纠缠不清吗 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 所以呢你干嘛想复婚的事呢 那他对我那么关心那么好 好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 你为什么跟他离了婚 还对他那么好 他也好奇 我也好奇 我每个星期都会去看看孩子 他现在是一个人 我也只要有一个男人去担担 他刚才说的时候 有些时候给他带腊肠 有时候呢我会出差 出差到外地的时候呢 就会买一些土特产 有时候从家门口过的话 我就会从窗子边放点进去 然后呢我就发网信息呢 我就走了 我说你输一下 还有一次是 我到朋友家里面去吃饭 他呢就买了四袋米 问我要不要 我说可以啊 于是呢我就把这个 这袋米抬回去了 给我你啊 那我接着想问啊 你对你的第一任妻子也这样吗 没有 如果没记错的话 刚才你说你曾经还给他跪下过 是的 是为什么要跪呢 一直都在这闹 闹来闹去 闹来闹去 我是最后一次 直到是就在离婚头 二十多天以前 就是七年的四一份 那个时候我们在开一个会 我的前任妻子也在 但跟我真的说 内心说没有任何关系 她在我一个部门 她呢在朋友圈子里面看到 看到大家在一块 后面她就冲到那里去了 那天你又说我在主持会议 我说你别闹了 有什么事情都没过了再说 好 会开完以后呢 网上接她还在闹 我就当着很多朋友的面 我给她跪下了 我说你记住 小脸 我这一跪是 一一呢怎么说呢 给这个家庭再跪 给孩子再跪 给我们中间的那份爱再跪 于是呢她就把我的衣服 现在都还在那件衣服 一直她有个扭扣 那些烂掉的地方 后面她说她跟我修补 我说没有那个必要 就留下来 大家做个纪念 她把你衣服撕了是吧 对的 对 我很生气 我看到她前妻 她直接完全没有 顾虑我的感受 我就只好把她拖出来 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我打你三前 就把我们中间集数了嘛 我带着你要自己过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那我就把她拖出来 然后我手刚伸出去之后 就被她挡住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里 就在一边就大打出手了 第三个大问题 刚才你说你是小复婚的 对吧 现在 她这么稀罕万暖呢 现在有点 那她前妻怎么办 但是我纠结的事情就是说 她前妻怎么办 我先不想听你的纠结 对 对 她前妻怎么办 她前妻不可能 从这个地球上抹平啊 你怎么还要想复婚呢 那她 离了婚不是合了意了吗 那她都是我的好 离了婚不是合了意了吗 她在婚姻期间 对你不好吗 婚姻期间是好的 但是就中间有她前妻 对啊 她前妻也没有出现变故啊 为什么要复婚呢 那她最近不一直 那个送那个送这个呢 对啊 她跟你在婚姻当中 她对应该比送这个还好嘛 按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呢 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后悔离婚吗 后悔 那好 一年多过去了 当她不在的时候 嗯 你自己带着女儿的时候 你有没有重新审视 你们过去那六年的婚姻 没想过 那你这一年半怎么过呢 嗯 当时倒是挺痛苦呢 但是过了之后 后来我也觉得说没什么了嘛 离了就离了 反正自己带着孩子一样 还不这样可以过呗 啊 那就是她最近老那个 就送那个送这个呢 你说买衣服了 买袜子了 对她招惹你对吗 对啊 你今天来这个节目 是希望她停止对你的招惹 对吗 那也可以 她可以看个女儿吗 可以看 看女儿就行 她最好别对你嘘寒问暖 要离就离个干净 是这意思吗 嗯 是这个意思呢 还是希望她说出复婚呢 嗯 想好再回答我吧 哎 婚都离了你在那儿 纠结什么啊 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求一个答案 嗯 就是说这么多年 经营个家庭过来嘛 在离婚的那个过程中间 可能她跟我说了三四十回以后 真的去离了 某一次的话 她都跟我提出这个 要离婚的这个要求的话 我就问她 你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 为什么要离这个婚 有理由啊 现在给她 就是频繁的见前妻 然后又打电话那种 每次打电话就出来 其实我认为人之常情 我跟我全妻联系的话 都是一起都是为了孩子 那为了孩子 你们怎么了 好好好 干嘛老扯过情的事 我还想问一下 儿子是跟着你的离婚之后 对吧 对的 这次离婚为什么没有把女儿 带走怎么样 是她要 你当时要嫁她的时候 知道她结过婚了 知道 知道她有儿子吗 知道 那你为什么嫁给她呀 那她对我好呗 我觉得她很安全感 所以 现在大家都说说实话 你今天为什么来 你还想跟她复婚吗 想 想复婚 但是究竟的就是她前妻 你别纠结 你想不想跟她复婚 想 好 假设是她追着你的屁股后面 说我们俩复婚吧 你给她提出一个条件 你说我才复婚 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的条件是 还有跟她前妻那种 保持一定的距离 怎么个保持 是不是以后不可以通电话 那通电话可以 你至少就说讲讲孩子的事情 是可以呢 他他们 如果对方要非要纠缠着讲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跟你在婚姻期间这六年花心吗 我觉得她对业性那种会什么 就是没有个尺度那种 比如说有一次吧 她把他们公司一个女孩 半月三四点钟带回家 然后就是为了给她解析一晚 就是问题嘛 我觉得说大晚上你带一个女孩子回来 我觉得她这种有点 这样不靠谱我就很生气 是这样的 那个我呢 她在一个离亏民差不多有六百多公里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在去办一个招商会 刚好是下面部门里面的一个小妹妹 她也知道那个人 然后回到家里面去怎么说呢 应该是两点多钟吧 进去我敲敲门 我说你起来 你跟她再快睡 我就在沙发上睡一下 被她两个嘴巴伤过来 我什么东西都没动她一下 你还想复婚吗 说真的 说真的 从内心说我不想复婚 那你今天来干嘛 我过得太累了 我今天就想来这里拿个机构 你不都解脱了吗 对的 我过得很累就这么多年 从内心说你说 对你而我承认是非常好 我确实有点不想这个符合 不符合你来干嘛 我呢想 刚做到她下一段婚姻里面 今天你是来快议恩仇的是吧 不是 好吧 线索基本清晰了 嫁给了一个男人 比年岁大 觉得她可以好好地疼你和宠你 嗯 没想到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在你的心里 你们这个婚姻当中 老有一个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是她的前妻 于是在这个婚姻当中 你就是各种闹 但是在离婚之后 你后悔了 对吧 嗯 你觉得这个男人好像还是不错的 想复婚 对方可能态度是犹豫的 对不对 对 所以请她来我们这个节目了 男生说了一句话 说我这些年来活得很累 好吧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有什么意见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为了孩子的成长 要和第一任妻子沟通 那我为了做生意 这个小姑娘几百公里不容易 我领回家来是 哎 媳妇让你陪她睡 我没别的意思 听起来是重情重义的一个男人 但是你就没有反观过自己的一生吗 你不是这一段婚姻累 难道你第一段婚姻不累吗 你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男人 所以你在第二次成家了 你说我很爱我老婆 但是你前妻为什么会对你 一直有不断的 让自己现任妻子不愉快的电话沟通呢 你觉得没什么呀 我和我前妻打电话只是为了孩子 我们还会因为以前的事情吵架 这正常吗 有什么好纠缠过去的呀 你也许会心里说 那没有办法啊 我这前妻她老跟我要谈这些 她老要找我问孩子的情况 那我作为一个有情有义仗义的男人 我不能拒绝人家是一份好意 不对 这就是你拎不清关系 你完全可以做到 既让孩子舒服 让孩子和妈妈有更多的互动 你们也同作为一个孩子的父母 有正常的互动 而不让现任妻子苦恼 你为什么没有做到 因为你自己分不清边界 而你又回到这段婚姻当中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堪重负 我处理不了和这个 比我年轻这么多的女人 之间的婚姻关系 在她屡次三番要求离婚 好 我离 但是你看你接下来做的 什么 我们家住在一楼 我把那个吃的东西 从窗子里扔进去 然后给她发个短信说 我给你放东西了 多暧昧啊 这也是一件边界极不清的行为 离了婚的夫妻 你对孩子好可以 对孩子的妈妈 抚育孩子有感恩之心可以 但你表达的一点都不明确 你让她认为 这是爱情 这是你对她余情未了 这是你希望重修旧好 而实际你心里也搞不清楚 这是什么 所以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先生 你要摸摸你的心口 想想你要的家庭 如果你觉得这个女人 这是我四十岁了 我想要的平稳的生活 那么把你对前妻也好 和外边的女同事合作也好的关系 领清楚 该往前的往前 该关闭的关闭 如果是一个有生活智慧 心智发育好够成熟 边界感清新的男人 不会下跪的 会把我老婆隆重介绍给大家 这是我现在的老婆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年会 你知道她来的时候 心怀一份痛楚 哪怕是小女人的这种任性 你应该保全她这份面子 而不是下跪 让所有人觉得这个女人 太不懂事了 太任性了 你看看逼得一个大老爷们儿 当众下跪 你因为你下跪得到了什么好处吗 如果你想你的人生 以后能够清晰出来 不再那么累 请你做一个真正负责任 有情谊的男人 而女士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特别的笨 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牛角尖里 如果我是你 我发现在她的年会里面 她的前妻居然出现了 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 我坐在她旁边 我让别人看到我有多优秀 我做给她前妻看 你不要再参与我老公的所有事情 你们离婚了避嫌 你让那个女人知难而退 你所做的是什么 你让人家看笑话 所以 你让自己越来越被动 越来越因为这件事情 钻牛角尖歇斯底里 正是因为你的这种不堪 她连避嫌 连尊重你的心思都没有 是因为你没有给自己这样一个地位 这是你的问题所在 所以你要自信 你要相信这个男人 无论他的感情多么有礼 无论他边界感多不清 至少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至少在现在 他的感情的天平 还是倾向于你 如果你想抓住 就让自己的砝码更重 而不是让自己去陋怯 让自己更轻 最后被淘汰出去 你们自己去思考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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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来问我 我们能不能复合 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 我只会先问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当初分手的时候 那个卡现在能过了吗 如果当初卡关的时候 那个条件还卡关 那现在复合不只是预赢了 下一次的分手吗 那要复合干嘛 你让第一个前妻随时跟你打电话 现在再让第二个前妻 没事接受你的一些 礼物呀衣服呀 我可以预告 如果你不改变 你下一个老婆 很快也会变成你的下一个前妻 你为什么就这么放不下以前的女人呢 你不照顾她们怎么样 她们都活不下去了 你不来教教她爱情的道理 她下一段婚姻就会不幸福 我真谢谢你了 大哥啊 你闪远一点 你的两个前妻都可能比较快会幸福 你儿子又不是两岁 对 有多少事还得为了孩子联络呀 为孩子而联络绝对不是借口 你就是觉得 也没关系嘛 凡是亲人啊 曾经是我的女人 就一辈子是我的女人 你以为你哪位 拜托你跟人家离婚了以后 就让人家去找完整的幸福好吗 如果她今天有一个新的丈夫 一个完整的家庭 你门都不要想打电话给她 别烦她了行吗 理论远一点 看女儿呢 就约出去可以了 在餐厅看一看 然后你今天女儿去玩 玩的送回来 请把界限练习画清楚 我再说一次 你给了你的老婆 一个没有墙 没有门的家 所以她觉得很恐怖 她觉得她住在马路上 所以她不想跟你过日子 她不是不爱你了 她不爱这种天地为诈 何处都不来的日子 太恐怖了 你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至于女孩 首先 我觉得你离婚这件事情 就太过冲动 所以你后悔了吗 喜欢讲狠话 自己也收不回来 对 拜托你让自己 可以像一个 可以霸得住 女主人位置的女人好吗 婚姻的安全感 永远只在于 我就是竞争力最强大的那一位 如果你真的不爱她了 赶快闪人去找下一个吧 如果你还爱 那也得看 她到底还爱不爱你 或者是有没有爱你爱到 愿意为你划上界限 只围住你们自己安全的家 如果她就改不了这件事情 那么再痛苦你也闪远一点吧 嗯 好 谢谢 一个善良的人 如果缺乏勇敢 他这种善良 就会变成软弱可欺 没有底线 他就是 而一个勇敢的人缺乏智慧 就会变成皮肤之勇 就是你这样的人 一个皮肤之勇 和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在一起 就最容易被那些精明的人 乘虚而入 就是他的前妻 你叫他叫什么 老李 他前妻也叫他叫老李 对 两个女人都叫老李 请问这两个老李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你很舒服 你觉得是正常的 说明前妻和她是在一个角色上 如果你只爱她 那么另外一个女人 叫同样的名称 你一定不舒服 因为老李是代表成是老公的 如果另外一个女人叫 你会有这种不舒服吗 我问你 你跟她在结婚期间 有没有借钱给你的前妻 有 她这种情况只是发展到了极致 在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我对前妻都可以有情有义 我对你能差到哪去 我对同事都有情有义 我对我的妻子还能差吗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当你明明知道你现在的爱人和妻子 为什么呢 她明明知道你不高兴还要去帮助前妻 说明她是一个不懂得尊重和没有同理心的人 一个没有尊重和没有同理心的人 不可能真正的去帮助到一个人 她的动机一定有问题 你想嘛 连枕边人都不能对待好的人 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对别人好呢 要么为了面子 要么还爱着前妻 要么装好人 所以你就会看见这种所谓的烂好人 我经常说嘛 爱好全世界很容易 爱好一个人其实很难 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种男人 就是对老婆好 对外面的女人 甚至有点恶 我甚至喜欢这样的男人 但是像这样的人 其实是生活当中温柔的海人精 因为她看上去很善良很厚道很老实 但是因为她的没有边界感 因为她那种所谓的逻辑 使得你在恨她的时候恨又恨不起来 就她领子的时候 她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 噗通给你一跪 你又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太饿了 就这种人是最害人的 你的那种所谓的善良 如果不能够有底线 如果不能有原则 其实到头来 没有一个人会记你的好 实际上你对你前妻好不好 该做的也做了吧 你对他好不好 你该做的也做了吧 你对同事好不好 该做的也做了吧 有一个人念你的好吗 没有一个人念你的好 就是因为你的善良 没有边界 你呢 勇敢地嫁给了她 当然炒起嫁来也很勇敢 但是勇敢缺乏了智慧和谋略 作为支撑的时候 不叫勇敢 你那叫冲动 冲动容易让人一错再错 你不适合跟她在一起 她短期之内是改不了 这种所谓没有底线的问题 长辞以往已经形成的习惯 你们俩都应该找适合你们的人 你们俩之间真不适合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你该给抚养费就给抚养费 该打卡里打卡里 该建孩子建孩子 建孩子的时候 如果一年需要那么一两次 两个人共同带着孩子去还 次数可以少一点 不需要那么多 你建孩子可以单独建 就像你建以前原来的孩子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经常给你的前妻扯不清 而对于你来说 我真的劝你死了这条心 你好好的带好孩子 否则的话你跟她在一起 真会越来越痛苦 你说你想复婚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可曾见到你 为了复婚的那种眼神中的憧憬和幸福 没有 咬牙切齿的你复什么婚呢 对不对 那还不如不复嘛 是吧 所以 走自己的路 画好你的边际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三位老师分析得特别透彻 你说她没有边界说得对 你说她没有智商也说得对 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怎么解释呢 就这两个人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一致性 口不对心 你可以解释说她是不想复婚的 因为她对前妻就是没有边界的 她的门就是没有关紧的 但是你又如何解释呢 她干吗要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过 你为什么跟我留婚呢 没有必要嘛 那就说她对这个婚姻 嘴里没说心里还是留恋的 还想回家嘛 我一直逼问她 我说到底你想不想复婚 一会儿想 一会儿不想 但是实际可以看得出来 是想复婚的 就你们两个人还在叫着进 我也不知道你们俩为什么叫进 下面其实就你们俩了 就未来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老李 你未来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你又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太关键了 道理都分析在这儿 都摆在这儿了 你们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们坦诚一些 不要再骗自己了 我不是要力促你们在一起 而是说 不要让赌气离婚的行为 再一次出现在 所谓复婚的这个环节中 冷静一些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首先感谢你一路走过来 对我的一些呵护 对孩子现在的一些教育 同时也感谢你今天 能带我来这里 让我真的明白了我人生 曾经不明白的东西 谢谢 在最近的时间里 你那样做 我当时回想起 刚开始那一块 我就觉得也挺好的 但我究竟也就是 为你前妻那个事 我又不能容忍 但是还是就是 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让我真的是 就是 你让我不要乱想 真的让我不要乱想 都 我做不到 好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 请关门 你出来干嘛 我已经站得开着我 自己一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一想给孩子个机会 太短了 咱还站在中间了 什么时候你老公把篱笔扎紧了 什么时候都回家了 好呢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想想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啊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 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诗保湿节活动期间 驾驶员送一套纯净级保湿 时刻透水嫩药保湿伊贝诗 把外爱情呵护那几天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胖红糖提供 在爱情保卫战 那几天呵护礼盒一份 来 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只是 只是感谢你能给我 持这样的机会 同时也感谢在座的 三位点听老师 的确今天我能明白很多东西 我还是会像那个老师讲 就是你跟你前妻 如果真的是断了 或者那些什么 那些杂七杂八十事都来了 那我们两个这些开始 那个是没问题呢 如果还有前面我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就是那种小肚鸡肠 小心眼的人 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跳 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没什么 没什么默契 也许是不经意 相遇在人海里 就祝你们开心吧 谢谢你们 慢慢来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图语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晶云的王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